整個就摔下去 整個腿摔斷 我在家哭了三天三一 所有的地段都看到 看起來健康的老人家 只是輕輕一碰 就可能受傷骨折 追究原因 原來是骨質疏鬆作祟 骨質疏鬆造成的骨折 最容易出現在脊椎 髖部以及手腕處 其中髖部骨折 是最危險的類型 傷者往往在移動時 劇痛難當 甚至臥床引發併發症 危及生命 因為我們的骨頭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組織 它只要有受到壓力 承受壓力 它就會開始長骨 它就會開始茁壯成長 假設你都臥床的時候 你臥床都不動 它骨質就會流失得特別快 想要對抗骨鬆的危害 可以透過運動來強化骨質 物理治療師建議 在家可以利用椅子 做深蹲運動 強化背肌 臀肌 以及腿後側肌群 它主要的話 是藉由肌肉的一個縮縮 那去增進一個骨質的密度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話 雙手扶在椅背上 雙腳張開與肩同寬 那時候眼睛直視正前方 然後做一個蹲下的動作 在蹲下的過程必須要注意 我們的膝蓋不能超過我們的腳尖 那同時要注意 在蹲下的時候要搭配呼吸 把氣給吐出來 好 再站立 那這個動作每一回合要做到十下 那一天的話至少要做三個回合 針對體能較差的長者可以透過墊腳尖來加強小腿肌群 或是利用裝水的保溫瓶來訓練手臂力量延長骨骼使用年限 只要你有在走路 只要你有在運動 或者是你有在做抗地心引力的運動 那隨著抗地心引力的運動的強度增加 那你對於這個骨頭的刺激就會增加 事實上也對這個骨頭的這個密度也會增加的作用 預防骨質疏鬆 年輕時就要開始多存骨本 50歲以上的民眾 特別是停經後的女性 建議接受骨質密度檢查 平日攝取均衡的飲食 補充鈣質 適度日晒及運動 家中若有老人家 也要改善居家環境 預防跌倒 做到保密防跌 就能維持好鼓勵 保有良好的生活品質